孙洪雷不会想到 高叶凭借狂飙大扫一绝大火之后 居然和自己扯上关系了 有细心的网友巴出在11年前 还是小透明的高叶 为了拍戏差点窒息而死 但宣传海报上都没有他的名字 还好当时同剧组拍戏的孙洪雷 在一次宣传录演时仗义直言 我们才知道高叶为了拍戏有多敬业 同时对孙洪雷的好感再次提升 孙洪雷不是第一次仗义直言了 在2020年 罗志祥和周扬青分手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指 孙洪雷和罗志祥同为极限兄弟 可却给周扬青的微博点赞 虽然事后孙洪雷方的工作人员称 这是手滑误点 但大家都懂的 因为有期极限挑战的节目中 孙洪雷不止一次地敲打罗志祥 孙洪雷作为一名地道的东北人 不仅长得高 面容也带着一丝粗狂 说话也是纯正的东北口音 往那一站都有一种霸气侧露的感觉 所以孙洪雷早期的作品中 他都是以黑道大哥的形象出现 将那种胸狠能打豪爽讲义气的大哥形象 完美诠释 甚至观众带入剧中的小弟都相信 跟着孙洪雷混有前途 看着孙洪雷现在一脸严肃的样子 谁能想到年轻时候他最喜欢跳霹雳舞呢 甚至舞跳得好进入艺术团 之后才萌生考中央戏剧学院的想法 孙洪雷考中央戏剧学院时表演班已经满额 只有音乐剧班还有名额 但是这个班对形体的要求非常严格 孙洪雷的体格放在一群学生中非常的突出 为了不被学校劝退 孙洪雷一个月内减飞36斤 最后成功被录取 做大哥要有责任感 孙洪雷大哥的称呼可不是乱叫的 这可是经过他的同学和同事认证过 他考上中央戏剧学院时已经25岁 是全班同学中年龄最大的 所以在学习生活中 孙洪雷都尽可能地帮助同学 因此同学们都称呼他大哥 就连工作后 他也尽可能帮助同剧组的人 和他合作过的演员吴刚 也评价孙洪雷有大哥的风采 待人真诚又会照顾他人 大哥的曲折成名史 孙洪雷毕业之后也过过一段苦日子 刚毕业没钱没人没经验 作为一个三无人员 接不到好资源 只能辗转各个剧组跑龙号 挣的钱都不够饱付 那时候为了省钱 孙洪雷只能住地下室 就这样他还经常没有饭吃 对那时候的孙洪雷来说 群演的合饭就是重要的食物来源 这种落魄的生活持续近三年 直到孙洪雷遇见一个女人 因为这个女人 他才有机会认识赵宝刚导演 才有机会出演《像雾像雨又像风》 凭借剧中阿来一角 在娱乐圈小有名气 之后陈夏兴打磨演技 到了2003年 孙洪雷参演征服 获得更多关注 他的刘华强 至今还出现在不少影视剪辑中 这可谓经典 演征服的同一年 孙洪雷有幸和自己的女神 共同出演《周瑜的火车》 最后英系深情 可这时的孙洪雷 有一位相处多年的女友 这三人的感情纠葛 我们稍后细说 在成功塑造刘华强一角后 孙洪雷终于有戏可演 此后参演多部警匪片 多是一些匪气与脾气并存的角色 2006年 和陈晓一合作的电视剧《半路夫妻》 在当年收视率位列前茅 这部剧的爆火 让孙洪雷打开了知名度 2009年 孙洪雷和姚晨合作的潜伏 让孙洪雷彻底火了 凭借于泽成一角 斩获多项大奖 在剧中 他突破以往的粗俗形象 改变观众对他的固化形象 潜伏中 孙洪雷饰演的于泽成 有勇有谋 才智双全 游刃有余地隐藏在各个势力之间 正是因为潜伏这部剧 观众才认可孙洪雷的演技 毕竟他之前的角色 虽然也演得很好 但总感觉是演他自己 可潜伏者不一样 潜伏者需要耐心 需要沉住气 关键时刻还要有 舍弃一切的决心 这角色对于任何一个演员的挑战 都很大 但孙洪雷收放自如的演技 足以说明他的厉害之处 孙洪雷和潜伏是相互成就 孙洪雷因为此剧成功转型 潜伏因为孙洪雷成为一代经典叠战剧 我们的这种工作 就是在跟死亡中面仓 不知道什么时候 死亡会把转转 大哥也有幽默风趣一面 2015年演戏多年的孙洪雷 第一次参加真人秀节目 在极限挑战中 孙洪雷退去演员的外衣 以真实的一面展现在观众面前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 这个男人身上不缺磨灭的东北印记 豪爽 搞笑 真诚 仗义 彻底放飞自我后的孙洪雷 更接地气 更让人喜欢 大哥的感情生活 孙洪雷的半身中 一共出现三个重要女人 初恋 丁家丽 白月光 巩丽 妻子 王俊迪 与初恋女友丁家丽的故事 发生在孙洪雷跑龙套时 那时的丁家丽参演多部影视剧 尤其是《骆驼祥子》中的虎妞一角 成为家喻后晓的女明星 1999年 两人合作话剧舞台居里夫人相爱 恋爱之后 丁家丽不仅在演技上指导孙洪雷 还帮着她联系很多资源 例如《我的父亲母亲》 向悟向雨又向风等 在丁家丽的帮助下 孙洪雷终于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有了名气孙洪雷 才有机会和她的女生龚丽合作 龚丽是孙洪雷心中的女生 有机会和她合作 孙洪雷内心的兴奋不必多说 2003年 两人出演《周瑜的火车》 不久 孙洪雷和丁家丽分手 想和龚丽在一起 不过风水轮流转 孙洪雷为了龚丽抛弃初恋女友不久 龚丽就和孙洪雷挥手说白白 也让她体验一次被人抛弃的感觉 这之后很多年 再也没有听到孙洪雷的恋爱绯闻 一直到2014年 突然传来孙洪雷结婚的消息 新娘是名不见经传的王俊迪 根据孙洪雷在节目中的字述 两人相识在巴黎的街头 当时正在闲逛的孙洪雷 突然听见一阵悠扬的情声 寻音而至 便看到一位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姑娘 白色连衣裙在风中挥舞 飞扬的发丝随着情音舞动 仿若精灵一样的女子 一下击中孙洪雷的心 于是她情不自禁地上前搭讪 没想到 这个女孩和她都是东北人 熟悉的湘音 让两人的距离更进一步 之后二人顺理成章走到一起 并迈入婚姻殿堂 2017年孙洪雷的女儿出生 为了多陪伴女儿 孙洪雷减少工作时间 这几年很少出演电视剧和综艺 逐渐回归家庭 偶尔有好剧本才会出演